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一起来做搜索这个区域的热门搜索这块的布局 大家看,当你鼠标聚焦的时候呢,它会显示出热门搜索 下面呢,它会有一个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这块的内容呢,我们先不去做,看一下后面是否有时间 我们先把热门搜索给做了 打开我们写的代码,咱们呢,去写对应的样式布局 打开header下面的index.js 我们来看啊,在这个search wrapper 也就是我们的搜索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去写一个组件 叫做search info吧 这块是布局的内容,我会写的比较快 然后呢,我们从style里面去引入组件 叫search info 行,就写在这吧 打开style,我们去写这个search info nvsearch下面我们来写 export.hans.search info等约 我们让它是一个div 然后呢,absolute没问题 left我们让它等约0 top我们让它等约56px 这块是之前我已经算好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y字 它是240px heading上下左右 我们写下 或者说上下我们给0 左右给20px了 background我们先给一个green 保存 咱们看一下效果啊 刷新 这个内容并没有出来 看一下什么原因 打开这个选择条 我们打开这个nav这块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往下去翻 有一个icon 这是搜索的区域在这儿 这个div呢 在下面其实它已经出来了 但是并没有展示 原因呢 很可能是外层有overflow hidden啊 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我们搜一下 overflow 这块应该是对的 那我们给它一个高度吧 100px保存 再来看 OK没问题 就会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区域啊 它会有一个边框 所以我们去把对应的代码拿过来 怎么拿呢 可以检查元素 检查一下 它的位置在这儿 有一个search trending 我们再往上去看 它有一个visibility hyden还有个opacity 我们都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就能看到 它里面的这些样式了 我们点开最外层 它有一个border 这个border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找这儿 有个box shadow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过来粘贴 给它一个阴影 发像素的一个阴影 然后黑色 透明度是20% OK 保存一下 我们把这个background先给它去了 回到一面下 咱们来看啊 我们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框 OK 这里面呢 需要有一个标题 有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就改一下 在这儿 info里面 我们写一个search info title 没问题 我们引入一下search info title 然后我们再去定义一个search info title 它呢 等于一个div OK 它的margin 我们给它一个top20px margin-bottom 给它一个15px man height 我们也给个20px 让它的fountain size 是14小数 color 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span的颜色是969696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组件里 给它写一些文本 它的文本的内容是热门搜索 所以这里我写一个 热门搜索 OK 我们先写到这儿吧 然后到页面上 先看一下 热门搜索 OK 位置差不多 接下来我们该写 换一换这个内容了 换一换这个内容呢 它还有一个动画 我们放在后面做 我先把文字写上 在这里面 我写一个组件 叫search info 换一换 我们请就叫做switch吧 切换 它的内容是换一换 OK 你要引入它 当然就要在样式里 去定义它 这样式啊 大家自己一定要好好写 我们给它一个span 让它去用 它的fung size应该是12px 保存 回到页面 好 换一换 显示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一下啊 换一p对吧 它是14像素 OK 这边呢 我们看 13像素 我们少了一个像素 所以我们调大一点 这块呢 我们给它改成换一p 好 保存 咱们来看啊 没问题 换一p在这 它下面呢 会有一些 这样的内容 我们把这个内容 给填一填 它是一个个的 小的标签 找到这个立标签 来做一些样式啊 color都有 好 来写吧 首先 我在这呢 Search Info Title下面 可以写一个DIV吧 这个DIV 其实没什么用 主要是让它去站一行 利用它的block的特性 里面呢 我们会写一些 Search Info Item 我们去找一下 它有什么啊 教育简术生活 投稿 叫 或者我们就 先粘贴这几个过来吧 多粘几个 Search Info Item 我们呢 去引入Search Info Item 在这儿 去定义Search Info Item 复制过来 粘贴 它呢 是一个A标签 因为未来 它需要可以被点击 然后呢 它的Fung Size 12px Heading 我们给它上下 左右呢 给5像素了 Line Height 给它一个20px Worder 给一个1px Solid 紧号 DDD 然后Color呢 紧号 我们看一下 到这儿 它的Color 颜色是 打开Computed 我们随便写就吧 用777 先来表示一下 差不多 或者能用这个969696 保存 然后我们再来个Border Radius 给它一个2px 保存 别忘了 这个A标签呢 你要给它来一个 Display Block 不然的话 设置不了 这些窗高 Float Left 而且还要让它 飘移 保存 到页面下 这块它会提示 你写错了 说SearchInfo Item 这块的窗号不对 我们呢 回到页面 到这里来看 再把里的窗号 写成重门的窗号了 保存 小心 没问题啊 这个教育什么的 还挺好看的 我们呢 让它有一个 Margin 编锯 Margin Right 大概在 十项素 到样式里面 Margin Right 10px 然后呢 Margin -Bottom 给它15px 因为它要有一个 下边距 保存 刷新 OK 这样就行了 当然呢 这个下边距 好像有点大啊 来看一下原因 实像素足够了 给15确实有点大 不过给了就给了 当然外层的这个Div啊 你发现它有问题了 它这个高度不对了 那我们怎么做呢 你这样来做吧 在最外层 我有一个Div 那么呢 我可以给它改成 Search Info List 这里我们再写一个 Search Info List 样式里面 也加一个 The Whistel.div 触发它的BFC就可以了 Overflow Hiden 保存 高度还是没有 我们看一下原因啊 这个Div 它的下面有 这个区块 已经撑开了 好 原因在于这儿啊 实际上我的这儿 把这个高度 应该写死了 写成了一个100px 所以你把这个100像素 去掉就行了 保存 再回来 这样的话就和我们预期的效果 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这有一些 可以点击的内容 和这边的 它的这个内容 差不多 只是它的颜色 要稍微深一点啊 我们去看一下 Color Color 是333 所以呢 我们把333 写在这个 Title上 找一下 应该是Item 333 保存 再回到音笔上 我们来看 这时候这个 差不多了 好像颜色 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A标签 Color 333 没问题 找一下 是不是其他造成的 OK 看起来 它的这个333 好像没有 我们的这么深啊 其实应该是 这个78 78 78 我们选个位置 有问题 保存 再来看 这个时候 这个颜色啊 和人家官网上的 这个颜色 就比较像了 而且呢 Border Radius 好像我们的 稍微小了一点 它的Border Radius 是3PX 所以这块 我给它改成3PX 保存 OK 就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啊 官网的效果是 当你鼠标聚焦的时候 它展示 当你离开的时候 它隐藏 我重新刷一下网页 聚焦的时候 展示 离开的时候 隐藏 这怎么做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么去写啊 打开我们的 Index.js 我们在这去写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内容都在 Search Info 这一块区域 如果聚焦了 我就让这块区域显示 否则 我就不让它显示 那怎么做 我们这么来写 我们写一个方法 叫Const Get List Area 我们写一个函数啊 它接收一个 So 这样的一个变量 如果 So是真 否则 我就怎么样 那 如果呢 你现在要展示 这个列表 我就要干点事 否则的话 我什么也不返回 那如果你要显示 这个列表 我Return什么出去呢 大家来看啊 我Return出来 Search Info 这个区域的内容 我把这块的内容 全部剪切 粘贴到这个位置上 OK 读这段代码 它就是一个函数 接收一个参数 参数是真 就返回列表 参数是假 就不返回这个列表 好 那么我们拿到 这个方法之后 在下面的这块地方 大家来看 在这个位置上 Search Wrapper里面 最后的位置 我们去调这个方法 调这个方法 我们要传一个参数 给这个方法 这个参数是谁呢 实际上就是 Probs.Focus的 如果你聚焦了 这就是True 否则 这就是False 然后它就会 对应的显示 或者不显示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下 刷新 聚焦 显示 移除 不显示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Input Corner 这个内容 样式布局 就写完了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大家回去啊 把这块的样式 好好的做一做 我的课程时间有限 所以做的可能 不这么完美 大家抽着空 一定要好好的写 样式布局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要说React 只支持 IE8以上的浏览器 所以呢 在写样式的时候 我也没做太多的 兼容性的考虑 大家记得 即使你尽全力 去做兼容的话 React 也只能兼容到 IE8以上的浏览器了 所以呢 如果在公司里面 PC端的需求 要求你兼容到IE6 那么React 是没法做到的 好 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